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革政策问题 理论问题 无产人专业下继续革命 毛泽东在文革中贴到路线多长问题 P2P问题 理论问题 限制自然界法权问题 以阶段上非干问题 水火问题等 规及到一点 就是为了鼓无产人专政 无产人需要在取得政权之后 坚持无产人专业继续革命 列宁在实力革命后多次指出 就是会灭完的时候 他的尸体是不会随着 官材进入坟墓的 就是辅导表现 表现 第一 被推完的剥削者 总是千万百计的 起立恢复他们势力的天堂 因此 他们要以千百倍的仇恨和奉袍去报仇 第二 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 一的小资产力自发势力 是产生新的资产力的门床 第三 在公众界内部和国家机关公众人对护中 尤其资产力的影响 和小资产力自发势力的包围与腐蚀 也会尽量性的产生出退化变质分子 第四 在国际资产主义的包围下 帝国主义 武装干涉 以及和平衍面的阴谋活动 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阶段中继续承担在外部条件 因此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 自然的力量要比无产力的力量强大很多 因而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 政策党内部和国家机关内部 必然此来的经济作成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主义的实践 这么有列宁以强度是正确的 因此 无产阶级专政策就成为必然 实际上 无产阶级作业专政策 一方面 他不能与资产阶级分权 也不能与后者搞荣耀作装 而资产阶级也从来不与无产阶级分权 起荣耀作装 那是富人的游戏只在资产阶级内部上面 另一方面 由革命党变为知识党 在没有其他政党监督的情况下 又很难保证革命时期的延安党 不改变颜色为执政时期的西安党 这里有一个规律 只要执政就可能腐败 没有监督就必然腐败 这就是黄文文先生所说的周期律的本质 因此无产阶级政策要想打破 或跳出这个周期律 就只有让人民群众以西医级作争为刚 自下而上的 经常性的 即每隔七八年来一次的 用文化大臣的方式 对国家公职人员 即人民的公图进行具有监督意义的斗争 重点是党内走资产主义的当权办 即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 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建立社会主义之后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这种斗争有时可能是很激烈的 谁占着谁的问题 没有最后解决 因此其表现就是 走资产道路 还是走资产主义的道路 这种两条道路斗争反映到无产阶级这种内部 就是两条物线的斗争 而这两条物线的斗争 就是社会上激动争在党内的反应 那些在事实上主张走资产主义的道路人 就是国产党内的资产阶级 他们中间的高官就是党内 走资产阶级的当权办 虽然那些走资派 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我们党的同路人 但到了社会主义时期 他们不想继续革命 因而蜕变成为国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和走资产 以上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 基于革命理论的基本架构 无产阶级的阿拉命 则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实现 这也是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与实践方面超越列宁的地方 从而使得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继续实现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发展历史经常中的第三个里程碑 马克思恩的次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列宁斯大利将马恩的理论付出实践 在使得无产阶级多许政权 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 毛泽东创立了无产阶级专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从而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 从国际公运历史和获得最终胜利的角度来看 在以上三个历史经常中 毛泽东所出的第三个历史经常最为重要 最为关键 最具有决定意义 因为这个历史阶段实际上 是一场无产阶级 从资产地义的大决战 而没有这个历史阶段的胜利 前两个历史阶段的成果都可能归零 苏联气体悲剧就充分说明这个 这是我对文革主 毛泽东理论问题的解读